高盛集团表示 日盈会后仍会看涨美元兑日元 目标为130 大家好 今天是2月1日星期一 欢迎收看新一期的新闻回顾 日本银行震撼室的能力几经验证 在不到三年的时间里 第三次用激进放松货币政策的动作 齐息投资者 最近这次使出了负利率的招数 此举导致日元普跌 为日本与通缩的较量 开辟了一条新战线 而在才不过大约一周前 日本银行行长黑田东言 还在对国会议员说 他没有考虑采取负利率 高盛集团对此表示 日本银行令世人震惊地 引入负利率政策 将基准利率调低至负0.1% 为日本银行储备账户 贯彻三重利率体系 该行在会市沿报中写道 我们的大概率预期是 央行会在4月底之前 采取额外的宽松举措 周五的行动也符合我们的风险预期 日明银行将此举称为 质化量化宽松政策下的负利率 举措在货币政策委员会当中 以5比4的票选通过 预计日明银行将在会市 造成格外的重大的影响 央行实践的是 迄今为止 央行行长黑田东眼 始终予否认的政策选项 而当下的大环境是 金融市场依旧波动 且经济数据始终疲软 日明银行并称 做好准备在必要时 进一步调低指标利率 至深入负值的水平 在我们看来 这巩固了日本银行 对于达成通胀目标的承诺 并有助于营造 更为正面的风险背景 美元日元在发布声明之后 冲高至1.5% 我们依然将看账美元日元 列入2016年顶级外汇操作 建议列表中 未来12个月内 会价将占至130 美元日元本周收报121.03 以上就是今天的信用回顾 感谢您的收看